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三号大师为您带来的道坦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1年的ESRI夏季赛的比赛 OG对战VP双方BO3第二场比赛,这个是胜者座的比赛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阵容 OG这边拿出来的是中单凯尔大哥位的先知三号位腐王 四五号位的凤凰加上天安莫克 VP拿出来的是一个中单的TA 然后给这个五号位拿的是亚伯顿 辅助位是亚伯顿加上小鹿两个英雄 大哥位呢,这场比赛是给Nite4打了一个一号位的亚龙 DM打了一个三号位的船长 分路方面,这场比赛他们是选择让亚龙去跟对方的腐王兑现 然后让这个船长来跟对方的先知兑现 这也是强调一个优势兑现 船长打先知还是比较好打的 然后亚龙打腐王就不用多说了 这个基本上是随便打 不过这一波对方来的人有点多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要选择拼掉一个了 拼掉一个一血,nice 这样的话让save拿到了一血 291块钱到手 save这里虽然是拿到了对方亚龙的人头 但是这个人头,由于现在是游戏初期 加上不是一血 所以只有148块钱进账 这个还是比较便宜的,这个人头 那么亚龙在复活以后呢 跟对方先知对着玩换路 这个肯定是不值当的 因为先知人家有传送 比你少一个,省一个TP 就要看一下这张比赛VP会怎么去在这个分路上进行一个调整 亚龙这边选择是踢到了上路 踢到上路以后呢,应该是让船长去跟对方的先知对线 踢到下路去找先知对线 大家差点,我这边差点没开是吧 好的,大家开一看,忘了开了 忘了给大家开了 大哥位的亚龙的话 这边卡尔还差两刀 直接A死了,漂亮 这波其实我是觉得 就OG这样比赛 这个BP我是没太看懂的 因为在BP顺序上面来说的话 VP是在前两手拿出来的TA 他第一手拿的小路,第二手拿的TA 然后呢,第三手这里边顶着对面的TA 拿了一个卡尔出来 这一点是我完全没看明白 这块先知选择是来到上路 他以为他自己能跟对方的亚龙兑线 但实际上 中路一对一 中路一对一的话 先知是可以用来去打亚龙的 但是边路二打二 或者是就不考虑二打二 就哪怕就是边路一对一 这个先知也是打不过亚龙的 尤其是在对方优势路 你这边是劣势路的情况 这个就更打不过 中路之所以他能打这个 这边这个小鸡 这个小鸡走位 之所以他能够在中路一打一对方的亚龙 就是因为他中路离自己的塔近 对方的亚龙没法去强追着的通打 再加上塔有高大保护光环 有加护甲有加回血 所以他能够去打 但你要是真给他放到边路以后 尤其是对方优势路 离这个你自己几方的塔比较远 亚龙追击你的一个空间 能非常非常大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是很难拿的 看出未来 Mirr后会回欧席养老吗 不会的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这边TA跑过来以后 这个位置卡的刚刚好啊 三刀直接把对方的 就不是小爷给清了 这样的话TA目前的经济是2060 而卡尔就1500块 双方中单已经搭开了500块的一个差距 看一下这里 莫勇俘王 是利用莫勇掩护了一下 船长这个水还是很准啊 这里给上一个大镖 一刀 再一个平A 再一个平A 还差一刀 直接水刀带走 我这时候再把你的小鸡给你杀了 这个小鸡身上带了好多的东西啊 天阿木克这个小鸡 这波真的是亏大了 中路卡尔又被TA打爆了 这波又是被TA打得直接 把身上的一个血线打光 回去接着去补去 亚龙现在在经济方面落后对方的先知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吧 亚龙这个英雄如果你前期 不是特别贪发育的话 然后用比较多的精力去压制对手 回蓝是个问题 有可能会需要去买一些芒果之类的 芒果或者小蓝之类的东西 这个补给品上的消耗量要大一些 还有就是宝 他这是一个亚巴顿的情况下 这个能够帮助他击杀的能力有点弱 是实话 现在中路过来游一波 GPK这里他打开自己的一个折光 然后呢切一把隐身反杀 漂亮 队友这边支援过来给上的这个乌光盾 效果也是非常好 看上苏苗这个地方想拼掉对手的TA 这块队友又是一个乌光盾 而且亚巴顿把他砍出来了一个沉默 这样的话这个TA 这个TA感觉自己送了呀 这个TA过分啊 这波送的 有点离谱了这波 明明已经能跑到一个位置了 然后跑上去送了一波 这个时候斧王其实跟对方传掌对线 他也打不过 现在这个战线上面 OG这个三条线上 现在已经逐渐的开始有点站不太住了 如果TA这波被打死以后 卡尔在中国能缓上来一点 看看那会卡尔的带节奏带的怎么样吧 因为他们这个债容中单的兵雷卡 加上一个先知大哥位带节奏的能力是很强的 这波亚巴顿给自己一个乌光盾 然后开始跑 好对方这波四个人过来围剿这个亚巴顿啊 亚巴顿这个地方应该是没了 不过四个人过来杀个亚巴顿 这个其实不赚 这个真的是不赚 人少了杀不了 人多了就亏 那个Nitefall这波追过来以后再给一口 再给一口堵死了 不用管了 这个J的堵死了 这边这个眼刚好是能够看到对方绕出来的这个凤凰那个位置 但是呢对方不是很好判断那个地方有没有视野 因为刚才那个位置冰线离的也不远 虽然按理说冰线在夜间视野那个地方应该是看不见的 但是我估计他们可能不会去选择意识到那个周围有视野 然后就排那个眼 现在亚龙已经是把自己的经济反超了对方的先知 而且反超了很多钱 已经反超了很多钱 船长给上一个水 中了 带着销兽 带着小路这边 开始给输出 躲一下对方的墨勇 然后反杀就可以了 顺便把山上这个东西打掉 打掉这个东西值钱的 32块钱的这一个 这波呢带着拥兽去 带着销兽去冲塔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护甲高 销兽的护甲光环还是很不错的 这样开局打到不到8分钟 目前双方的一个团队经济差已经是差的比较多了 已经差拉开到了3000加的一个差距 特别是下路 现在被对方船长加小路呢 已经快打穿了 上路亚龙这边也不着急推打 先保证自己的一个发育 中单的TA 他的经济发育速度肯定是比这个冰莱卡要快的 而且自己这边队友是帮他囤好了远古 这个远古的数量囤的不是很多啊 大哥亚龙克什么大哥 亚龙这个英雄克的人还是多的 这个英雄属于是一个在游戏的前期如果打得很顺的话 没有人愿意跟他去没有人愿意去面对的这么一个英雄 看看队友这个光盾 然后帮他把身上的幻影之拥给他打掉 打完了以后TA这块身上中了一个对方的极度冷却 但是开折光 再往回跑 看看对方这个队友在哪一口 没打掉 这里一个命运之别没有中 那就这波要出事了 你的爆发没打完 那我就要上来搞你了 一个水刀直接带走托布森 再给上一个灵开 然后一个标记 拉回来 叫底下一个水刀直接完成三杀 我的天 真有你的呀 真有你的呀 这个DM的这一个船长 一个水刀直接完成三杀 经济反召到全场第一 这波又是打了一个灵换三 灵换四 打了一波灵换四 小路死了 小路在另外一条线死的好像是 他还是在这条线死的 好像不是 这样团队经济瞬间是从三千打到六千 然后 先知现在开启了一个到处带线 下路小路 跟斧王 跟团长两个人又跑去抓斧王了 斧王那边感觉又是走远了 这边欧币可能他没看见这个下路 等他看见到这个人已经凉了 怎么线下就蒙起来了这VP 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假话 假话是状态打回来了一些 真话是同行衬托 这波 亚巴顿身上有 魔伴就别吃了 这波就别吃了 不对他有大招 有大招的话可以吃 再加一攻光盾 然后对方这里 为了杀个亚巴顿好家伙 哎 你们这为了杀个亚巴顿 我怎么觉得你们连门板都卖了呀 这好家伙家具都拆了 门板都卖了 为了杀个亚巴顿 自己下路这边是交到了一个府王 交到了苏妙的一个先知 上边对面死了个5号 为亚巴顿 这还是亚巴顿插了一丝丝 能够去躲开凤凰弹炸的这一下 如果凤凰弹炸的这点 他躲开的话 他的无光盾已经可以要套到自己身上了 套到自己身上的话 这个亚巴顿能不能杀的都两说了 看看船长这个位置给上一个插一个水 然后呢技能全空 不过问题不大 自己的队伍追完过来以后 还是有机会能杀 亚龙过来一刀两刀 然后呢Net4落地以后一个平A 这块有留吗 没有留 没有留人技能了 这不是有点可惜 他们这个阵容的控制确实很少 VP这场比赛能打成这样的话 就真的是足以证明 OG现在这个战队的状态有多差 一个全队只有船长一个人有空 剩下四个人就是真的没有空 连打断TP都做不到的一个阵容 然后硬生生是在游戏的前期 我这打成热呀 船长给一个水 这根本的干脆也没用上 直接被TA给秒了 这张比赛VP这个阵容呢 在游戏的前期还是比较容易打出来优势的 可以明显减少 这把船长给上插船水三连 然后再加一标标死 下部的腐王这波被秒掉以后 现在全队的经济差已经拉开到了1万 这边亚伯顿又是吃了一波对方的技能以后呢 交掉一个大招 不过自保成功并没有死 TA现在的经济是7700多块钱 13分钟这场比赛就已经拉开了1万的经济差 比上一场比赛拉的还开 腐王现在身上的装备是个相位鞋 加上灵堪 然后带了个复魂面具 腐王带复魂面具有什么意义呢 我现在没看懂 扔开去了 扔开去了 他应该不带这个东西 下一个装备准备出直接做跳刀去带节奏了 VG这个阵容 他VP这个阵容其实没空 他没空的话这个阵容其实是有点弄伤的 这块TA拿到了自己的安灭红木龙枪 过来偷入山 这个时间和节奏感是很完美的 打完这拨以后VP带盾 那么可以开始去尝试 拆一拆对方的二塔 如果能够有机会顺便去击杀到对方一些英雄的话 可以直接选择上高 这块亚龙 我过来以后看看船长的技能能不能跟上 标记给人了 nice 这样的话可以把对方的凤凰弹击杀掉 直接毒死 小鹿这个地方跑了半天 还是被对方的一个磁爆给炸到了 蓝量一下炸空了 这边TA炸一个减速出来 然后进来给一个视野一个平位 两个平位直接打死 那他这波被击杀掉以后 船长在下路那边应该是跑过去抓一下对方的这个先知 先知这个地方有没有被抓到 没有 标记没给上 可以推荐前1到5号位前3名胜率好用的英雄吧 最近有点迷茫 上刀的buff看就可以了 DOTABUFF.com上这个网站看就行 TA这个时候呢 直接选择是带队上下路的高地 那后边这里腐王留住对方的腐王以后 亚龙留住腐王以后直接给强杀了 这腐王连TP都没来得及 这个就确实有点尴尬了 这块这个头狼好像用的稍微有点草率啊 头狼留一下的话能够帮助推塔 还是能帮不少忙的 这个兵线离得稍微有一点点远 这波 这腐王断了一波兵线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腐王这波虽然自己被击杀了 但是兵线断成功了 继续上高 VP这场比赛也是打得很果断 不跟你浪费时间 你就上高这个陷阱要不要炸一下 这个陷阱炸出来以后消耗一下对手 你再摆个陷阱 接着拆 再把你的这个高地给你拆了 卡尔的地方给上一个吹风加上磁暴 诶 这个地方被磁暴炸没什么办法 躲不开了这个位置 而且他没有出跳刀 不过他身上有人穿盾 所以倒不是太在意这件事 诶 这个地方 把托森把下路的兵线给反补了 真有你的呀 哎呦 这个远程兵线也被托森反补了 这么厉害的吧 好家伙车也太秀了 奥森的这个反补太秀了 看到TA上来 一个破译机直接秒掉 那么这个地方 队友船长开船出来 直接带走对方的凤凰 主王过来一个跳吼 火完以后队友给上一个墨油 然后准备去炸晕对方的TA TA这里为炸晕之前 开启了自己的折风 小路配合自己的船长 飙死对方卡尔以后 这波高地应该是马上就要推掉了 米波的胜率为啥那么高 没太懂 因为所有用米波的人 都是在非自己所处的积分段 以及同时一个绝活哥的情况下 才会用这个英雄 正常的对局 这个英雄现在的强度远远不够 看看就 小路这个输出哟 这个大彩虹直接扔上来 TA这边选择是 直接掏了一个A杖出来 直接拿了一个A杖 肉山盾还有40秒钟的时间 他说开了延远 我没有开延远 这是官方自带的延远 请不要剧透啊 那TA这波过来以后 一个标记把对方的凤凰拉回来 两刀秒掉 两刀秒掉 秒完了以后 现在上路还有一个二塔 中路这波二塔推完了以后 TA现在没盾 不过他有一杖 有一杖的话呢 就可以开始到处扔陷阱了 其实有一杖的话 好果然他在这准备买魔精了 TA这个英雄呢 要是用想让自己的A杖 发挥最大效果的话 要搭魔精 真的要搭魔精 大哥位的先知是前些天EG 在这个Major上面 Major上面EG的大哥位先知 成绩非常非常的好 直到遇到中国战队之前 他们的大哥位先知 胜率都很高 而且打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自己都不玩DOTA在这解说比赛 是的呀 哈哈哈哈哈哈 你记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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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主播搭云观众吧 这不是正合适 看看这波虎王 哎这个虎王跳舞空了 虎王跳舞空了 船长的这个水船给出来 直接秒掉 虎王被秒了以后 哥姐过来合击 把这些黄黄弹给打掉 这波打掉了以后过来 直接GG了 投机也没浪费时间 直接打出来GG 好吧 那么这样完这场比赛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又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比赛 没出什么太大的意外啊 VP还是两场比赛 轻松愉快的解决了对手 好吧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我是三号大叔 感谢各位观众大佬的支持 和收看 咱们今天的直播和录制 也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然后明天的比赛的话 我到时候再看吧 这个比赛整体的质量 我感觉一般般 我在考虑要不要等到最后一天 再给大家播 因为确实感觉这些队伍 他们在实力上面 在发挥上面 可能都不是特别理想 我到时候看一看咱们的这个 就是我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状态 以及对局的一个情况 然后直播的话 我会再通过B站的动态 还有Q群 微博 以及国外这边 我在DC的频道上面给大家提前去说一声 好吧 好了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